10月1日晚上造成至少38人死亡的南丫岛撞船意外 事件仍然在调查中 南丫岛居民郑小姐和丈夫和他们的女儿 当时正在乘搭8点由中环开出涉事的港狗小鱼海太号 当时我们在海面很平静 但突然之间完全毫无先兆 我印象中没有停没有慢速 突然间扮一声我们就向前冲 我们自己的船人跌到楼梯或者撞到 但那时都未知发生了什么事 之后是撞到东西 但是撞到什么情况是怎样的 就不知 除了有人跌到之外 我们的底层那里 天花板有一部分是跌了下来 那个板就破坏了 然后我们去前面看 他就看到前面的船头撞坏了 开始入水 我们向前也挺快的 还有我们停的时候就这样撞到 而不是说转左转右 然后我们撞完之后 另外那辆船仔 其实我们离开的时候 还看到他很平稳地在走 所以不是说好像报道中 一两分钟就已经沉了 还有那辆船是很光亮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明显在海里 所以我们那辆船的港九小轮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可以撞 其实应该很远都可以看到 但唯一可能就是他们会转弯之类的 或者离开了航道 下层首先被撞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因为有一半是外籍人士来的 然后一半是香港人 但是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言 和小轮的人说 他们不理睬我们 然后他们很平静地对自己 那些船员就说 洗完码头 好像有没有歧视 我们就以为没什么 但是他又不说 然后到前面那些乘客 是很害怕 然后我们就 后面的人又害怕 我们就拔那些救生衣出来 那些救生衣是很难拔的 拔完出来又不知怎样穿 比如小朋友的救生衣 又不是放在同一个地方 那就是比较混乱 因为大家真的以为前面开始聚下去 因为前面的人是突然间说 很害怕很害怕的 还有另外一个感觉就是 你知道的船是向左倾斜 那我们的乘客就自己帮助自己 有些人见到你有小朋友 就来帮你穿 穿救生衣 另外那些乘客就说 不如我们全部走去 不沉不过一边 是我们自己 但是我完全见不到小轮的工作人员 我见到他两边 我问完他他又不说 完全没有广播 你们穿救生衣 或者没有广播 你们出去 上面空旷的地方 如果有什么事跳海 因为我们那艘船 差不多下面 下面是密封了的 那你只有两个门口可以出的 那如果你是沉的话 那基本上我们死定的 就是在下面 就是好像另外一艘船 可能有一定的情况 有些人困在里面 有南丫岛居民指出 10月1日当日 岛上的人潮前所未见 小轮不断地加班 海面也停白了不少船 而两船相撞的位置 并非小轮来往中环 惯上的航道 昨天最多人 十日年以来都没有这么多人 但我在南丫岛住了很长时间 若我大约都有二十二三年了 就在这段二十几年来 我是昨天 我没见过南丫岛 这么多游客 而游客数量可能是破了 南丫岛有历史以来 这么多的记录 这个不只是我说 全部商户、商铺 都可以引证这个问题 现在说的是 南丫岛游客的容量 是令到船公司 昨天的负荷是非常大的 他们是不断不断增加 这个航班增加船 去疏到游客 我昨天从6点45分开始 排队长龙的人数量 就由码头一直排到大街 距离大约有四分三公里 而不是一个跟一个的排队 而是一堆堆一排排 六七个六七个一排 一直排到大街 四分三公里 这是从来从来难得到 二十多年来未见过的 所以昨天同时 在那段时间 有很多很多 不属于这个范围 或者我们所熟悉 所认识的船 很多大游艇、小游艇 全部排在我后面的海湾 这个熔树湾 原因是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也会不会是有可能 因为香港放烟花 而令到那些船 要找地方拍 这个可能是有因素 同时 也是我们有个感觉 就是我和村民说起 或者在哪里说起 我们是觉得那些船 昨天就是 不是走到正常的航道 因为正常的航道 是向中环的 而昨晚去那些船的航道 是出香港的航道 是向着香港仔的 甚至乎这个数码 那个乡仔之间的 这是非正常的航道 是不是因为我后面 这个海湾的船太多 或者是船太多 令到这些航道 这个我不是说太清楚了 我不可以在这里乘搭你 如果这些船太多 海湾的船太多